快到了從5分鐘變成10分鐘 我最精采的行程 幫她喝咖啡 10分鐘半個小時 對 她自己吃到 對 她來了以後怎麼說呢 她能說什麼嗎 就 抱歉 就分手就對了 也沒有啦 那是女生朋友 只是朋友啦 可是我覺得朋友跟女朋友 一定要尊重 約好的世界不是嗎 比如說我們身世風度 我們要過去接你對不對 我一定打電話說 你好 我要出門囉 我現在要去接你囉 請你準備囉 對不對 然後快到她家 離隔兩個紅綠燈 再打一通電話上去說 還有兩個紅綠燈我就到了 還沒下來囉 兩個紅綠燈過了 到了她家門口囉 怎麼還沒下來 再打一通電話上去 我到你家門口囉 還是 還是不下來 計程車她停在那裡 她是不是也是會跳表 是 跳了當一次兩 因為她一次是三分鐘 還是五分鐘跳一次 三分鐘跳一次 三分鐘跳一次嘛 跳了三次還不下來 為什麼 妳說 我知道為什麼 是妳的問題 因為她正在化妝結果 你三不五十就打開 她跑去吃了一下 好煩 沒辦法化妝放回去 其實話你又再打來有夠煩 我從我家要出門 我就開始 你打太多了 我現在想要請問一下 那你現在 收了工去接她的時候 她有準時出來了嗎 沒有…她就在她的辦公室啊 所以她就不用你接她 因為這個是我們兩個 要一同出門去哪裡了嘛 對不對 所以是現在這個啦 不是以前女朋友 對 那你有沒有甘之如意呢 你喜歡這種感覺嗎 跳三五 我跟你講 誰會喜歡呢 男生們 如果… 因為你們在上面的人 你們不知道 我們坐在那裡 因為停在路邊嘛 車子又很多嘛 你是不是每套一次 就被抓一次 對 因為我是一塊錢打一百塊錢 不是 這意思是說 因為她停在那邊 司機就會不耐煩 司機開始就會說 好了沒有啊 對…會吹啊 你不能一直停在這邊 後面警察來了 我怎麼辦 開這個單你要負責嗎 對不對 那你不能很豪爽的 拿一千塊出來說 這是我愛的女人 我就是願意等她嗎 你講不出這樣的話嗎 我土豪是不是 一千塊就是土豪 一千塊還好啊 不是 那你為什麼不下來 我已經打了六個電話對不對 對… 我現在下面 司機一直罵 後面的人一直巴 警察又來來回回 你以為我們好過嗎 這個情況我也碰過 我有個朋友 對 他每一次要來接我的時候 是 都會從出門就開始告訴我 我出門囉 然後兩個入口 是我在剩多久就到了 對啊 對 對不起 有一次我真的讓他等了五分鐘 然後就是全程都不講話 然後這個整個氣氛就是 不管我們要去哪裡 那整個空氣都是凝結的 是 然後 所以就是你們 偶爾一定要辦一次黑鈴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在上面到底在 幹什麼 誰要掛 我在檢查那個 立斗的插頭沒有拔 要拔喔 那很危險喔 那我這樣有道理吧 有下一棒嗎 好 問問一下七位男士 因為你們現在都在台灣 在你的感覺 你覺得台灣的步調比較快 還是你們的國家比較快 請用白板寫出來 杜莉你是餓了是不是 那都是台灣好不好 因為 這樣很可愛吧 我從來不知道台灣的形狀像雞腿 是嗎 巴西步調還快 真的啦 你開玩笑了吧 加拿大步調也快 加拿大慢到爆炸耶 對 真的耶 他找錢是這樣 10塊 20塊 30塊 這樣子找耶 不是啊 不是 不是啊 等一下 拍一下 加拿大的步調快在哪裡 對 平常是就是走路的時候很快 怎麼可以 比台灣快一點 對 不是 就是多倫多 沒有啊 他在多倫多 他不是在溫哥華 對 台灣人就是做這樣 就是 對 有喔 有一些很討厭 做那個手伏梯的時候 有人知道 手伏梯到了上面 他停在這邊 對啊 他們就是到了前面而已 就開始講電話 然後開始轉來轉去 人家要下那個收布電梯 你為什麼要停在這邊 你找一個 你找一個牆壁 停下來就可以了 對 那請問巴西步調快在哪 沒有 步調在 所以有森巴舞比較快而已 不是 不是啦 就是你看 我們工作的時候比較慢 都數也比較慢 可是聽到我快